大家好,我是齊美濤 今天想說說金融小說新版和舊版有什麼不同 從舊版、新版到新版 金融小說的改版其實是很明顯的走向 首先是男主角越來越花心 雖然最終的歸宿沒有變 但心就不同了,多了很多幻想 完成之有想過拋氣溫清清和阿狗一起 張無忌和趙敏一起,但心裏幻想 周子藥、小超會來找他 連段譽都取了木苑清、忠靈和曉雷 金融先生說,年紀越大 就發現男人的本質是花心的 所以角色越改越花心 然後產了一些重複的情節 不同小說裏都有些情節相似 像舊版射雕、邱楚姬和江南七怪鬥走 邱楚姬千杯不醉 原來他用內功將酒在腳上逼出來 是不是好像天龍八步段譽和喬峰鬥走 段譽將酒逼出來呢? 有類似的情節,保留主角的部分 所以邱楚姬那段就沒有了 除了重複之外 過份血腥的情節都剷了 好像舊版天龍 葉二娘抓了BB回來 就會吃BB的心肝再吸血 多麼變態呀 新版就變了殺BB 沒有虐待了 新梳版直接誤殺BB 玩完之後隨便送給人 可能是因為金融小說老少咸兒 那就免得這麼血腥了 一會又說教壞青少年就不好了 然後還改了一些和人物設定有矛盾的情節 好像舊版綠頂記裡 韋小寶將陳近藍和海大富的武功融合了 成為武學中從所未有之期 但韋小寶是無賴的 沒理由勤力的 所以這些武功位都沒有了 另外最增加不同小說之間的聯繫 令金融小說更像一個完整的世界 例如舊版射雕 一陽子是黃重陽 仙天公是一燈 兩個人曾經互相學習 所以兩樣都懂 但時代更早的天龍八部 就有講段氏用一陽子 所以新版射雕 就將一燈本身的絕學 改成一陽子 和黃重陽反轉 一陽子就變成大理段氏的家傳武功了 除了故事之外 改版也參考了歷史 例如郭靖本身守襄陽 但根據歷史 蒙古軍當時未打襄陽 但就打過山東青州 而且當時還有兩夫妻 李傳和楊妙真幫手守青州 兩夫妻都武功高強 新修版就直接改了郭靖黃蓉去守青州 更加符合歷史 但郭靖的名字是由襄陽到來的 為何沒有變成郭靖呢? 這就沒有解釋了 我們可以看到 金融先生是一個非常追求完美的人 隨著他的人生經驗和歷史知識增長 他會很想將自己新想到的東西 放回舊的小說裡 三個版本裡 我就覺得新版是最容易接受的 舊版就比較像初稿 好吧,新修版情節跳躍的幅度太大 未必所有讀者都能接受到 你最喜歡哪個版本呢?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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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